檢警掙破國內兩大偷拍論壇 涉嫌犯售偷拍的私密影片 還附上了被害人的個資 被害者至少有兩百八十七人 不過有立委認為 這類的犯罪行為的刑責過低 將會在下個會期提案制定專法 希望能夠以高罪責 來嚇阻相關的數位犯罪行為 以保護民眾的隱私 立法委員王婉玉 接獲多位未成年少女 陳情遭到惡意偷拍私密影像 放上網路販賣 還附上個人資料 造成心理嚴重傷害 轉交台北地檢署偵辦後 發現受害者至少兩百多人 部分還是未成年 檢方十三號以違反 兒哨性剝削 防治條例等等罪嫌 起訴十五名被告 不過相關刑責太低 時代力量黨團打算 下個會期提出法案 針對這類網路販賣私密影像的 數位犯罪行為指定專法 增加嚇阻能量 因為針對現在目前承認的部分 大概只能用刑法 各自法或妨礙秘密罪 等等的部分來做處理 針對這個未成年的被害人 可以根據兒哨性剝削的防治條例 來進行追溯 製造影片的刑度是三年以下 但是實際上的情況 大多是落在六個月 判決的部分 大概都是落在六個月左右 王文藝指出這類犯罪行為已經讓國內出現色情影片產業鏈 批評政府的政策和態度還不夠積極 像是對被害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將私密影像下架的機制 國內目前只能透過由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邀請衛福部與內政部競爭署等等相關機關 共同籌設的iwin網路內容防護機構 出面要求平臺業者下架 這力道和速度都還不夠 王文藝也以南韓國家廣播通信審議委員會為例 每年預算大約新台幣兩億元 管理他們國家的網路內容 但我國的iwin預算只有新台幣兩百萬元 實在差太多 要求政府以更積極的態度與政策面對這個問題 就這樣從陳信龍台北報導